乘风破烂的姐姐们最近很火热,那么小编跟大家谈一谈稳居C位的是谁,表面上张雨琪和宁静好像都比较火热,但其实不然,C位其实是慢欠,大家没有想到吧,比赛期间,包括粉丝,导演和演员在内的无数圈内人士都给她加油,第一期最受欢迎的张雨琪,黄胜一,金沙都来给她交流,第一场表演就失误,但还是获得了77分,很多网友还在疑惑,她为什么突然成名了,有多少粉丝,网友的质疑很正常, 万欠在你的圈子里,识别率不高,记忆点不明显,五官整体属于无功无过,心情冷淡朴素,此外,她的脸上还隐约有圈内众多著名女演员的影子,张子怡,董洁,徐静雷,江一燕等,万欠面部特征的亮点是她的鼻子,扇的起点低,鼻柱的高度极佳,鼻梁整体笔直,测试非常醒目,这也是她脸上最大的记忆点,因此她的大部分照片都是侧面的,万欠很清楚这一优势,并拍摄了许多同款侧面照片, 至于她的粉丝群和圈内人士,也就不足为奇了,万欠在演艺圈默默耕耘了十多年,毕业前曾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在戏剧界担任过多部国家话剧的主演,后来转行影视,柳如氏之后,万欠开始收到电影圈的关注,2016年她主演了第三部电影《你好疯子》,在影片中她扮演一个性格分裂的病人,在表演的高潮时刻,她用固定的五分钟镜头展现了七种不同的分裂性格和七种完全不同的情感, 2016年之前,万欠已经累积了十多年的经验,全心全意工作,努力演好每一个角色,在我的业余生活中,我过着自己的小日子,游戏,熟慧,健身,射箭,爱好非常丰富,总的来说,她似乎不太喜欢演戏,为什么万欠有这么多曝光? 正如她所说,在她事业的上升阶段,机会是难得的,也许这也是时代的趋势,毕竟这两年是电影圈演员,流量越来越重要,你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万欠的纠结,在此之前,万欠从未参加过综艺节目,也不喜欢参加,她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是去年的音乐剧,她一开始并没有主动参加浪节,后来她觉得,自己这两年的表演确实有点立行公事,想从自己身上寻求一些突破, 不过,虽然纠结,但可以看出,万欠在节目中仍然带着一种不傲慢,不慌张的旗帜,毕竟她就是如此,最后人们常说,一个人真正的魅力,不在于吸引了多少异性的眼睛,而在于吸引了多少同性的眼睛,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更精彩。